大家好 我是talk green 我又来了 今天的话对吧 作为sq的股东的话 这个绿色的战袍得穿起来 好吧 大盘的话今天走的不错 然后个股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非常有特色的一些个股 好吧 除了pilotdown的话 盘后可能好像不是非常好 今天复盘我就不复了 然后主要就和大家讲两只个股 然后和大家分析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然后两只哪两只个股呢 Woof 这家公司和chwy 我先直接说结论 好吗 然后如果说一定要在这两家公司里面去选的话 我一定是100%选chwy 因为这两家公司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完全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虽然说他们都是在做宠物行业的话 但是这两家公司真的差太远了 首先的话 我慢慢的带大家去进入 或者去带着大家试着进入我的视角 或者说我最后为什么会选择chwy 好吗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这个 我说先说一下这个background 因为这chwy这家公司有小伙伴和我帮我推荐起码一到两个星期了 一是我也没有时间去看 二是我 我一开始觉得宠物这个行业有什么好看的 我自己有两个宠物 我说我说在疫情期间的话也没有说我家的狗也没有吃多 对吗 也没有吃多 也没有吃伤 还是该吃这么点 吃这么点 我的话也没有也没有多花钱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不知道宠物的一个宠物行业的增长点在呢 对吗 然后这也是印证了 首先这边我放了第一张图是woof他们网站上的一个图 他预测了整个市场 就整个宠物市场的话 2020年的话10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不大了 但也不小 然后每年的增长的话是5% 对吧 这就是和我前面说的 就印证了我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整个市场它其实增长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或者说几乎是没有增长率 那么可能和稍微比GDP稍微高一点 对吧 然后有一点是大家知道是宠物这个市场的话 它是算是一个 算是算是一个疫情受益股 或者算是一个 我们说如果说有一些灾难的话 或者有一些经济 金融危机的话 其实是受益 宠物股的话是受益的 这也是印证了在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 整个的年增长率是6% 稍微比5%要高一点 然后在上一年2020年3月份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个印证 2020年3月份就从疫情开始之后的话 明显宠物的一个宠物食品的一个销量的明显就上去了 大家有宠物的小伙伴一定知道 你去公园里遛狗的时候 你会碰到很多的狗的主人都告诉你他的 他的自己的狗叫pandemic puppy 那么就是他自己的狗是出生在疫情期间之内的 所以我们叫pandemic puppy 就很多人是这样 所以你的明显的感觉到周围养狗的人在疫情期间的话 周围养狗的人就上涨了 然后啊 这个报告的话 它是预计啊 如果是从service 然后从ecommerce 再从vetvet就是宠物的宠物医生嘛 从这三个角度去看的话 2020年到2024年这三个角度分别的成长在11% 14%和9% 就是你 其实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接下去的4年 我记得是接下去的5年 它成长比较高的话 它这个数字其实也是不高的 因为你去比一下sars的话 年增长率都是在不管你去看其他行业sars行业 年增长都是在30% 行业年增长都是在30%到40 对吗 你去看3d打印的话 我和大家分享过 对吗 开始在ARC研究报告里面3d打印年成长率60% 这是多高的 所以你去再回过头 你再看pat industry的话 它的年增长率真的是不够看 那然后的话 这家公司的话 我去他们网站上看了 网站他们网站上的话 公司名字的话其实叫peco 对吗 我去他们网站上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些产品啊 一些服务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 我们说一些surprise或者一些惊喜吧 就完全是比较标准的 其他网站上有的一些产品 他们网站上也都有 然后我就看 那对产品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成长的话又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我直接去看他财报了 如果说他从固执角度来说 相对来说偏低的话 那也许 也是算是一个 也许也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标的 对吗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他如果只要没有成长的话 我基本上就不会去看了 好吧 Woof 这家公司的话 首先你来看 19年到2020年的一个增长的话是8% 就营收增长才8% 算比较低的 可能就比行业增长高了一点点 行业增长5它是8 对吗 然后你去看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年增长才1% 就基本上是不动的 那 那对于这类公司你的要求是什么 对于这类公司的话 他就等于是一些价值类投资的一些公司了 对吗 就你什么是价值类投资的一些公司 就是他相对来说他的成长 营收成长是比较低的 可能每年就在5%到10%左右 甚至于可能是 就10%到15%是low double digits 然后但是他的盈利要高 就是你需要对他要求是他要earnings per share要高 就是他的一个 PE ratio 或者他的一个市交率要高 但是这家公司的话 Woof 这家公司他到现在都是亏钱的 那一家亏钱的公司 如果说你又没有办法在他的营收成长上去增加的话 我觉得这样公司的话是有点累的 好吗 公司CEO的话 采访我也去看了 也算是看上去算是一个比较decent的一个CEO 但是他对他公司预计的话 明年预计的话 增长的话也就在9%到10% 就差不多在10%左右 好吗 那最后就最后让我让我 其实让我比较 对这家公司最后我做出一个结论 就让我比较concern 或者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他们公司这边的一个debt to equity ratio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负债股权比例 一般来说 比较健康的公司的话 他的负债股权比例的话 在一到二之间 就是一倍的一倍的股权 两倍的负债 就二的话就已经属于比较偏高了 如果超过二的话 就代表这家公司的一个 就这家公司一个报表 或者一个金金融情况 或者财务情况的话 不是非常非常好 而这家公司是600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好吗 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这家公司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ps ratio 就是它的一个市销率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低 但是一般来说 你用市销率去衡量一家公司的话 这家公司必须要是成长型公司 而且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成长型公司 它的一个revenue growth 它的营收增长一定要高 对吗 但是这家公司 Woof的话才10%左右 那我怎么去拿ps 我感觉都都不大好去衡量 但是但是 但是我说从个人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 确实它的一个市销率的话是比较低的 是在一点 我记得是在1.6到1.7左右嘛 所以 如果你冲这个角度去看这家公司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你也许你还可以 你可以觉得说市场看市场觉得这家公司相对来说 它的估值偏低了 所以在短期之内的话 也许会对这家公司有一个比较比较高的稍微比较高一点的估值 对吗 包括他这家公司也是刚刚上市 有可能大家对刚刚上市的公司比较偏好 所以会去投资这家公司 短期之内的话 我觉得股价的话会有波动 或者会往上波动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但是长期来说的话 我一定不推荐大家去买这种公司 好吗 然后看完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没有接着就马上就去看去 因为我就在想 我想 这 因为就看完这家公司就完全印证了我自己原来对这个行业的一个愿想 或者一个期待就是这个行业就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看的 对吗 然后因为我想 因为我作为一个宠物 就作为宠物 宠物主人的一个 我 你知道你自己的一个pin point 或者你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最想这个这个产行业能帮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我相信每一个有宠物的小伙伴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去看医生 看宠物医生的一个价钱 一个vet 一个bill 非常非常的贵 我差不多就是几天前 三天前还是四天前吗 带我家一只狗去看宠物 非常简单 应该就是身上有一点过敏去看一下 200刀 这已经是算少的了 我以前去看过一次是过 以前是 我忘了是什么事情 然后以前去看一次bill 他是给我开了那种进口的那种消炎药 进口那种antibiotics那种消炎药 那种抗生素的一个药 给狗看的一张bill 400多刀 就带宠物去看医生 这才是每个狗主人对于一个狗主人来说最最最最的一个pain 就是你最舍不得或者你说你最希望整个行业能帮你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的话我就带着这个疑问 我去看了chewi这家公司 我在我在看他们公司的一个就财报的时候 就应该三季度的财报的时候 我就看了嘛 我去看他们公司一个产品啊 包括看他们公司一些ceo的语言下 然后让我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一个 他的一个其中一个一段一段就一段句子 他说了connect with a vet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 或者chewi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 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免费的一个consultation 免费的一个咨询 我相信对于所有有宠物的主人来说 你平时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万一你家的狗 就你家的狗的话 比如说他脚趾翻红啊 或者说他不吃饭啊 或者他怎么样 你第一件做的事情什么 google 或者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百度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人能让你能帮你联系出来 就能让你联系到 然后能给你专业意见的话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对吗 这就是chewi在做的事情啊 chewi他们是 而且是关键是 关键他还是免费的 他是不要钱的 就是就好比你去你去你去google上面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医生 或者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vet 他就给你一些建议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病的话 有些小毛小病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去看vet 你也不用去看医生的 你只要自己在家里 比如说给他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啊 或者一些supplement 一些营养品的话 他就能自己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chewi 他就chewi的话 他们就是有 现在就是有这个service 我觉得他们是 这家公司 因为我了解多了之后 我发觉这家公司完全是从狗主人的一个需求出发的 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的 这才是最重要 因为你要去了解你的客户 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service之后 我马上对这家公司就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好感 最关键是他不要钱 所以他做的就是 而且他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就没动时间嘛 给你免费的一个服务 如果说你最后需要去看医生的话 他会帮你去推荐去看一家医生 啊 就叫他会帮你referral到到到的那个宠物医生那边到外的那边 只要就这个这个service是免费的 只要你是他们的一个月用月客户 什么意思 就是只要你从他们那边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 你从他们那边订狗粮 嗯 然后的话就快快速来看一下他们公司的销售 你可以看到他们公司销售的话 啊 每年基本上都在增长 然后上一年的话 year over year的一个增长的话是42.5% 还记得吗 行业增长5% 他们增长42.5% 因为他们其实是要做成一个像有点像亚马逊 因为他们是online的嘛 所有都是online的 他们要做成亚马逊里面的一个 卖宠物 或者做宠物产品的 或者做宠物服务的一家公司 然后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点 你可以看到在他们所有的销售里面将近有70%的销售都是那些autoshap customer 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亚马逊的那种subscription那种那种服务 就好比包括sars那些服务 包括你你科技公司那些服务 就是每个月你等于是月客户 你没了你就送 没了你就送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这个数字就代表了这个客户对他们这个服务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你才会去做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偶尔会在亚马逊上买东西 但是我自己都不会去在亚马逊上变成他们的一个subscribe 比如说我要买 如果说要买测纸的话 我都不会从他们那边去subscribe测纸 对吧 然后他们这家公司的毛利率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低是25.5% 为什么比较低呢 因为他们现在的话还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在custom acquisition 就是去招揽客户身上 所以从从毛利率上角度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们明显比wuf要低很多wuf在43.5% 他们才25.5% 对吗 然后的话我去就我去油管上面 然后去搜了一下这家公司一个ceo 一个采访 他是cnbc一个采访 就是他们是怎么就我相信有宠物的人 肯定又能和我有比较比较强的一个共鸣 就他们是怎么去和他们customer engage或者去交流的 你如果是他们的一个客户的话 他们会寄一个像宠物的就像就像这一块有点像canvas一样 就就一个油画 他们会寄一个油画给你 这个油画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但是他们会让你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就那你那种感受就是你非常非常愿意在他们那边买东西 我待会的话会把这个ceo的一个采访会放在下面 包括我还去看了他们前董事局的一个一个成员 在也是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 聊了一下气味的一个business model 他也是非常非常看好气味的一个 虽然他是前董事成员 但是听完他的解释之后 你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气味这家公司 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这家公司非常非常好 然后可能很多有些小伙伴可能会想 那为什么气味的增长率能那么高 能到40% 每年能增长到43%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价格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毛利率相对比较低吗 是不是因为他们打价格战 其实不是的 我特别去这两个网站上去看了 你可以看左边是PACO 就是WOOF这家公司 右边的话是气味 同样的一个狗粮 25磅的一个狗粮 original 算是一个中高等的一个狗粮 两个家两家的价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单买的话90.99 然后如果说你是AutoShape的话 就自动寄过来的话是86.44 两家公司的产品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好吗 这张图其实也是比较重要 因为也是很多不养狗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但我举个例子就知道 就你有些特别是你有些食物 狗的食物一个产品的话 比如说你比较高档的话 很多一个狗食物的一个生产商的话 他们是他们会挑的 他们会挑他们的一个散货商吗 或者是挑他们的一个下降 好吗 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就全部撒网 把他们一个产品全部发下去 你可以看到我去搜了一家 我就搜了一个比较高 算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狗的狗的一个食物 或者狗的一个品牌 它叫ZV Peek 你可以看到在Chewy上面的话 他可以明显的 我能明显的搜到这个狗粮 你可以看到在PACO上面的话是没有的 这个信息告诉你什么 这个信息告诉你 在可能在高端的一些狗粮上面的话 这也是他们CEO采访里面我听到的 所以我才去搜的 他们说 那CEO说了 有很多高端的一个狗粮 他们更愿意和Chewy合作 然后的话 因为我前面说了吗 Chewy他们的目标就是做成宠物界的一个亚马逊 同样的一个狗的一个狗粮 然后我去亚马逊上在amazon.com去搜了 ZV Peek 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你能搜到这个狗粮 就在我们说在PACO上面 在Woof上面你是搜不到的 亚马逊上你是能搜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temporaryoutofstock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产品 我在amazon.com在.ca 我在加拿大amazon网站上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时候我去搜这个狗粮 他能搜到这个狗粮 他很多 但他很多时候都是outofstock 这个其实背后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亚马逊是卖这些狗粮 就是这些狗粮那个生产上他们会在亚马逊上卖 但是亚马逊上卖 买的人不是非常多 这就直接导致了亚马逊对他的一个库存和需求的话 他一直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匹配 那对这家公司 对奇卫家公司了解完之后 包括看完他们采访之后的话 我是觉得这家公司确实是一家好公司 不算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确实是 他们确实是以人为本 以人出发的 而且他们以后的市场也许真的会非常大 他们如果说特别是扩展到国际市场 最接近他们直接扩展到加拿大的话 我一定会从他们的网站上去订东西 好吗 然后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是一家好公司 然后我想看一下到底谁持有他 果然不出意外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Bailey Gifford Artism Partner Artism 包括American Century 这四家公司都是非常好的做成长型公司的寄进公司 所以如果说有Chiwi这家公司的小伙伴的话 我觉得你在这个位置就拿着就好了 好吗 挺难得的 我觉得是在 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不是非常成长比较低 非常低的一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他们能做到这边的话 他们特别能做到这样的话 其实挺不容易 而且你要知道 因为 产业本身成长不是非常高的话 他们的营收哪来 或者他们的成长哪来 他们成长其实都是从其他地方 各个地方给刮搜过来的 比如说从Amazon刮搜过来 或者从啊 我们说从PACO 从Wolf那边刮搜过来 最后的话稍微看一下技术面 好吧 如果大家想建仓的话 或者有宠物的一个小伙伴觉得这家公司也是一家好公司的话 我觉得你可是试着能在100块钱以下 就在100块这个位置的话 在100块钱以下的话可以进行加仓 可以进行建仓 然后如果手上现在有7位这家公司的小伙伴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卖掉 好吧 即使我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是在 ABC的一个调整上面 但是我一直说技术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一定不是特别作为长期投资者的话 你一旦已经进入这个股票的话 不用我不建议大家去做波段 好吧 如果没有上车的话 喜欢这家公司的话 我建议你第一个建仓的一个点 我可以在100块钱左右 好吗 我我自己的话 我还没有我这个决定我还没有做下来 但是这家公司的话 我确实觉得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如果说我决定要买这家公司的话 我会和大家分享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两家公司 在55和7位之间里面去选的话 我对大家建议一定是去买7位这家公司 建仓建仓价格的话在100块钱左右 好吗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吗 那我们明天再见